今天很开心邀请到清点缀Light Deco香氛设计的主理人李佳琪、Kiki老师 丽丽我们的人物专门现场,欢迎老师 谢谢 你好,老师本人很漂亮,又有气质 谢谢 那请老师跟大家分享一下清点缀这个名称来源是什么呢? 清点缀一开始,我是想要通过羽毛 然后它就是像代表香氛 然后轻轻的飘过去 然后充满了清新的那种味道 对,然后只是意外当中就是在搜寻这些元素里面 那我找到有孔雀羽毛这个元素 因为它代表着幸福 然后也代表着双关 然后就是在这方面就觉得 这个很适合我的理念 然后同时我在规划那个logo的时候 一开始就想说我想要结合花艺 然后种子 还有一个就是那个火 然后刚好这个孔雀羽毛那个造型 它非常的完全结合 各个元素都有 都有 所以我就觉得还蛮神奇的 所以我就把孔雀羽毛然后放到我的logo里面 所以其实老师这个后面是有很深的含义 是希望孔雀这个带来是美好的象征 因为尤其是设计婚礼小物 会是幸福的 但是又有升官的意思 对 因为老师其实有提到有一个是有关于幸福的 要不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我觉得幸福这件事情 其实真的也是通过我的伴侣 去深刻感受到的 是 然后我通过我们两个相同当中 我就觉得幸福是来自于一种 你内心的你想要为对方付出 是 然后你想要希望对方也因为你的感受到幸福 是 就是一种很自然的流动 是 然后我也希望把这样的流动当中 在我的作品里面 去传递这样的幸福感 是 就是借由伴侣 两个人一起互相扶持 不管是正负的能量都互相接收 然后一起携手 你希望这样幸福的含义 也可以传达给你的消费者们 以及你的学生们 是 所以才会有清点坠这个名称由来 那你在创立清点坠的这个过程当中 起心动念是什么呢 一开始 我其实把自己定位成 身份表现的叫走进乡本的设计师 其实我本来就是念设计毕业的 是 可是后来因为在职场上面 我后来因为膝盖受伤 是 那膝盖受伤就 我其实是 老实说那个叫不良于行 我连起来都需要扶 是 扶着这个桌子椅子 这样才慢慢起来 是 那我大概有休养了 大概半年或一年的时间 那后续其实早工作上面 也会有一些困难 嗯 对 然后我就想说 那我怎么样是可以 可以在家工作 嗯 然后一方面就是刚好接触到 经有香氛类的东西 先自我疗愈 是 然后后来就思考说 哇那我可以从什么地方 是我擅长的东西 我怎么样可以帮助到别人的 所以我就把我的设计这个的领域当中 然后再结合相分商品的开发 啊 然后就开始了 在家工作的模式 是 全部都是艺人团队吗 刚开始都是这样子 是 对 然后后来现在就变成 学生开始跟着我这样子 对 所以老师其实一开始只是 因为你有提到你们 轻点缀的概念是 自愈美学 对 所以其实你一开始 想要透过疗愈自己 对 然后再加入自己所学的设计 元素 对 然后而带出这样的品牌 起心动念 是 是 那你在这个经营的过程当中 我们遇到什么困难跟挫折 那你是怎么调试的呢 嗯 我一开始其实我发现 我想要先从教学开始 是 因为我以前的工作 其实跟教训训练有关系 嗯 然后我本身还蛮喜欢跟人互动的 是 所以我想要先从教学开始 可是发现教学有个情况 就是我学生的人数 有时候会不太一定 是 可是我材料都准备好了 是 就是招生方面的问题 对对 就遇到招生上面的困难 嗯 然后就想说 那除了招生以外 那我没有办法另外去做商品贩售 是 但因为做商品贩售 我也去思考说 我不会开车 所以我不太跑司机 所以我想那我可不可以用商业的 比如说在网络贩售的方式 嗯 所以我就开始在把我的商品变成 嗯 去商品化 是 然后找到这个立即市场 就是婚礼小物 嗯 然后就发现婚礼小物就跟我原本的 社经理念 跟我的品牌初衷 幸福 对 就是很一致 对 所以我就开始在专攻婚礼小物 这一个例子 这样 可是其实这个等于是客制化的 哦 对 对 等于你在跟顾客的来来回的讨论上 其实是要花费一番功夫的 哦 对 对 因为毕竟是客制化的 但是老师的商品都很可爱 要不要顺便跟大家介绍 这些内容有什么 可以 其实这个提栏它 这个就是那个探房里的 是 现在有些探房里 他们就是闺蜜 或者是庆宝好友 它才会到新疆房里面 嗯 所以我们就设计这种小小的探房里 是 然后这个的话就是这种很可爱的 很可爱 每个都很可爱 哈哈 潘心小蜡烛 是 然后这是甜点蜡烛 是 然后像这个的话是这种初居 然后我都还要找中间有爱心的 啊 哈哈 整个细节都有做到 对对对 我就找一些比较 比重不同的 是 然后像这个的话就是 香氛蜡片迷你版的 啊 也是比较可爱版的 是 对 然后还有一个是像这种是 这个是那个 仙人炸 就是很多男生也很喜欢 是啊 这放在办公室也很适合 对 就很疗愈 是 我最有兴趣的是那一个 哦 哈哈哈 这 很受欢迎的 你很会看 哈哈哈 这个叫做有钱花 是 那你发发发 是 它就是有八个花瓶 嗯 八个花瓣这样子 然后它还有中间是钱币 是 这叫有钱花 这大家一定很喜欢 对 是 所以送出去的那个礼盒也是老师自己设计的吗 对像我们礼盒基本上我会是先用公版的 嗯 那会先用公版就是说我希望就是大家在成本上面是可以比较低的拿到 选购你的商品 嗯 所以这里面就是我们这种比较大的蜡片 下面蜡片 啊 好漂亮 对 而且设计整个很有质感 对 是 这样 然后你的宾客如果你放在桌上里的话 是 送给他们 哇打开跟拿到礼物都会很开心 是 所以其实老师各个细节都有帮消费者都有想到了 对 然后我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像 这个 你可能不会注意到 因为它是装饰品 其实它是手腕花 哦 你说戴在手腕上的 对 天哪 你这个也是客制化的 嗯 这个其实我都在思考就是说 你除了这个提案以外 你有沒有 我们在旁边的装饰 但是也特别增加它的实用性 所以这个我就把它一并考虑进去 是哦 是细节度很高 全部都帮大家设想好了 对 是 真的是非常的客制化 对 所以除了婚礼小屋这边 旁边还有右上角那个是 以黏土做的 这个蛮特别的 它其实这个叫造黏土 嗯 它可以做任何的造型 啊 对 你要任何像你想做 可爱的小卡通啊 是 这个都可以这样 是 然后什么角落生物也可以 是 就是客制化 你想要捏造什么造型 都是ok的 对 然后因为我这个的话 我用的是无堵的 食用的材料 嗯 然后它很比较特别 它是可以拿来洗手 是 那我是用面粉 下去一根造加在一起 是 所以它可以做任何的造型 是 对 然后这也是我们特别的一个配方 这样 对了解了解 那老师在这个过程当中 毕竟是客制化的 有没有是在顾客身上有得到什么回馈 是让你觉得做这份事情 让你成就感很高 然后也觉得你做这件事情是对的呢 我觉得客人比较多的反应就是 他觉得很开心 嗯 因为他看到他的宾客的那个反应 他就很开心 然后送完之后 开心完之后都说 啊我怎么自己留自己一份 这样子 忘记帮自己留一份 对对对 但是其实我后来几次之后 我就觉得 哇 这样我还 我其实后来有想到这件事情 我就另外准备礼物给他们 啊 因为我就会跟新娘子说 你送礼物之前 你要先宠爱你自己 是 就最终还是回到新娘本身身上 对对对对 老师很贴心 他还会写小卡片给新娘本人 是 其实这个就完全贯穿了 你一开始说的幸福 没错 对 虽然婚礼小屋是送给大家的祝福 但是我们本身自己也要是 开心的快乐的 然后把重心放在自己的身上 没错 是 你上了就幸福 别人会被你感染到 没错 老师本人感染力也很强 这能量很高 是 谢谢 那老师有一个员工的小故事 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 其实应该这样讲的是我的学生 是 对 然后我通过我学生当中 我有特别的感受 因为我觉得他很棒的是 他自己定位很清楚 是 他其实是做居家清洁 嗯 然后他来找我的时候就说 老师 我想要转型手作老师 是 可是我想要专攻 我只专攻清洁 对 因为他觉得清洁是他的专业 我说哇你定位很棒 因为我其实带带学生很多定位 我都要花比较多的时间去跟他聊 那他其实除了这一点外 他有跟我讲他为什么想要专攻清洁手作这一块 是 他已经长几下他的手基本上是受伤的 很辛苦 对 所以他想要做的方向是希望可以走无堵的 无堵安全的方向 所以像我们做的这个照年度 全部都是那个可以吃的食材 下去做的 那你还可以拿来洗 非常天然 很天然 那我们泡澡球也是都是很天然的 然后连我们的颜色 我们都是用那个食用色素 所以他是无堵的清洁用品 所以我就跟他当中 其实我本身还有 我希望把美学 是 跟环保里面 它两个是可以结合在一起 是 对 所以这部分的话也是 通过他也会更加刺激我 想要往这个方面更加去推广 是 对 因为我觉得很多环保的东西 它不一定很漂亮 对 可是很漂亮的东西 它不一定会环保 是 那我就觉得在这方面当中 我需要两个把它结合在一起 是 所以像这个 你看了这是风师爷 招牌风师爷 是 它其实是用热土的 它是阿宫店的水库淤泥 回收回来的 再来去做 很有意义 对 所以我们可以减省 就是在 不管在水资源 或者是一些回收的部分的话 我们希望能够它再利用 然后再去运作它 它就变 我们可以把它做成扩相质 所以其实老师也是提光 永续发展 大对了 这点其实我还蛮在意的 然后 说实话是 我有时候连一些包装 我都会 试下跟新娘子讲 比如说那如果你愿意的话 可能包装门可能用二手的 但是其实我也可以理解 有的人是不愿意 但我不会勉强 了解 对 因为这还是尊重 每个人选择不一样 对 但我是希望说 我们从环保当中 从小小的 我从小事开始 我不要说我要做一个伟大事 我可以从我的小事开始 是 那每件小事 累积起来都变成一个大事 没错没错 要需要大家一起努力 对对对 是 所以老师推广这个意义 我觉得也很重大 是 那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未来的短中长期规划吗 包括老师的开班授课的项目 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 我基本上这个是有造读大事的课程 那造读大事它包含 你也可以做饼干造 糕点造 就是它可以做成 洗手造 对 但是它可以DIY 是 然后你也可以做任何的造型 那光这个的话 它也是很环保的 嗯 可以去 你可以接课 所以这个部分我有四字班 就像有些学生 他 你来上课一样 这样 那另外是 我有一个是那个教练班 是 教练班比较特别 是 教练班是把我 就是我的商业模式 我全部都有交给你 啊 而且是针对你客资化 这是 这是针对香氛礼品的教练班 嗯 那我希望说 很多 我希望学生是先从 他最小可行性的方式开始 嗯 你也可以跟我一样 我没有上任何的证照 嗯 那你就可以来 就是 可以开始接单 嗯 然后你是喜欢香氛的 是 那我会针对你 然后帮你规划你的品牌 嗯 然后我会教你怎么摄影 是 然后 拍摄也是 对拍摄也是 然后甚至教你怎么开发商品 啊 然后连技术 二十个作品技术我都交给你 是 对 甚至以后学行销我也交给你 是 因为我 为什么想开这样的课是因为 呃 我觉得现在很多人其实会跟我一样 希望可以兼顾到家庭 是 那因为我自己也是这样子 在家工作 一路走过来 对 所以我也会觉得说哇那我这样一路走过来 我也希望如果有老师可以这样的教我 我可以缩短我很多摸索的时间 是 没错 对 然后我也希望说这份的理念当中 你可以自己学习一技之长 嗯 那以后把美学带入 环保都可以带入 是 那我觉得这样帮助是一件很有价值的事情 是 老师其实就是一条红的栽培 对 等于是帮未来想要创业者的人开路 对 因为你一路走过来都是自己艺人团队 你不希望他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可能有遇到一些资源匮乏的状况下 你需要把从头到尾 logo设计 然后技术到行销等等的方式都交给他们 然后让他们可以就是自己 后来开业也可以很顺利 像老师一样 对 那包括这个教练班以外 产品设计的这些 你也都是有开班授课 有 对 也都可以跟老师报名 对 那接下来如果有一个年轻人跟老师一样 他也想要踏入这个相分的世界设计 那你会给他什么建议呢 我觉得定位很重要 是 从定位当中你要找到你的天赋在哪里 嗯 那你去运转它 嗯 对 因为你紧张做起来你才会开心 对 人处在心流的状况的时候 你就觉得怎么做都不会累 嗯 再来是说你要清楚你自己的商业模式 是 对 你只要架构好你的商业模式的话 然后跟对老师 嗯 可以缩短你很多摸索的时间 是 但我觉得成功是此日可待 是 对 其实老师的重点就是说 你的定位要先想清楚 对 知道自己想要学什么 对 适合学什么 对 然后想要传达的理念是什么 例如老师就是 除了是想把幸福带给大家以外 然后凡事都有上帝安排 凡事都有神最美好的安排 是 真的遇到困难一定会遇得到 没错 可是那个困难它已经会变成你的养分 没错 对 应该说这些经历都是你未来丰富人生的力量 没错 对 非常谢谢老师的分享 再次感谢轻点缀Light Deco香氛设计的主理人 Kiki老师丽玲 我们的人物专访 谢谢Kiki老师 谢谢你们 感恩 谢谢